300多萬買全新的一房除了王大仙的匯名之外有沒有選擇 否 500多萬買全新的兩房除了王大仙匯名之外有沒有選擇 否 但這兩個理由都刺激不到我想買匯名 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 我戶型太小了 200多呎的一房 300多呎的兩房 在戶型上雖然是存值 但我想不想要這麼小 不想在現在可以做高成就按揭的情況下 那些買家又需不需要這麼小呢 未必那麼需要 尤其是現在的香港物業市場 能買樓是愈來愈不受歡迎 最起碼別人買的都是一房 200多呎的一房確實是沒有什麼夢幣 如果以戶型來說 和200多呎出現了夢幣 第二個原因 站在投資的角度 實現的投資不太划算 200多呎的一房 300多萬買入力 兩三年後有沒有機會400多萬買出去 機會不是很大 更多的是賺了住或者租金收入 但這個收益是不是很好的收益 這就有一個疑問 小會明的兩房我覺得挺好 市場上欠百多呎 九龍市區全新五百多萬就買到的兩房 選擇真的很好笑 甚至叫做沒什麼選擇 所以因應這個特色 會明的兩房是絕對有投資價值 起碼五百多萬買入 我只有六百多萬買出去的可能性都有 所以如果要投資兩房是我的手選 當然價錢又會貴一點 第三個原因 我覺得會明的價錢的競爭力 其實又不是很強 當然有人會反駁 14000元的赤價買到九龍市區全新樓 這個還不叫做有競爭力 是的 14000元這個赤價比天水圍更值得買 但你又不要忘記到14000元赤價是職工價 正常的買家是不會用職工價 而是會用建期價 如果換算一下 赤價就入14000元變成15000元 用建期這口價 對比現時一二手的樓庫 同價的一手樓 有本堂的Ball Residence 有日常當值的海一庄園 他們是現樓 會明是樓房 給我選 我現在去選現樓 至於同區二手樓 有惠豪山 有鑽石山的六盆院 即是你們會覺得二三十年的樓 太舊了 確實是的 但你可以走遠一點 寬遠一點 可以看張冠澳 或者日昌城的二手樓 新都城 LP Local D 三百多隻 都在說五百多萬 如果你覺得十多年以十多年 都覺得仍然很舊的話 會明的兩房 真是一個每個人買樓的想法 其實都很全觀 那什麼人會買樓名那些細小的單位呢 我覺得是有兩類人 第一類就是只等有限的單身人 他只想有一個自己的獨立空間 第二類就是得到父母資助的年輕人 尤其是同居的分子家庭 這次是我第一次做樓盤的分析影片 我可以說的都是我個人主觀的想法 不存在客觀的事情 剛好聽可以當作要留意了他 剛好聽的話記得點贊訂閱 支持一下 幫我充一充個數據 我加一加訂閱 我是Lul X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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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세계